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百年 而且上百科的大数 首先我要介绍主讲人 她也是一位老师 我们来介绍这位主讲人 就是台北市女老师 而且她是看见主 她的名字是叫周怡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做周怡玲 你也是云林县家长协会的家长 委员 特教委员 特教委员 好 那是不是请你介绍一下 今天你邀请来的来宾们 好的 那首先看到这位穿粉红色衣服 很可爱的 这就是我们最出名的福伟阿嬷 谢谢 对 然后这位的话就是说 一路真的就是相挺我们 然后非常有正义感的 云林县议会李建制李议员 对 大家好 对 然后这位妙妙 就是当时候一百棵树的遗址已经发包出去 就是她没日没夜的赶工 然后送了一份那个骨鸡保存进去 然后才暂时把它挡下来 不然树的话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了 这是很棒的张妙柱妙妙 大家好 然后这位很棒 她是以前整名的校友 然后她现在才高二而已 可是整个过程她都在旁边帮忙 然后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 王丽萍 可以跟大家请安一下 大家好 好 那这一位就是我们最勇敢 然后我们的最坚强的 我们的自救会的领导 我们的会长陈元斌 那这一位的话 就是我们眷村的总干事 他叫做鲁云香 因为本身整名国小 他其实也是眷村的一部分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这个 虎伟镇就在云林里面的整名国小 整名国小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请阿嬷来跟我们说这个历寿 好吗 他到底为什么叫整名国小 整名国小这个历寿是 这叫鲁云香公 叫鲁云香公 鲁云姐公 鲁云姐公更清楚是吗 不然我们怎么请鲁云姐来讲 好 来 OK 然后整名应该要回溯到最早 以前是在差不多民国三十八年 然后因为它是在眷村里面 它以前是属于空军子弟小学 那在三十八年政府拨迁来台的时候 那把南京空小要在台复校 那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台北校弟一直找不到 就先在云林虎伟先复校 复校完了以后 等台北迁回台北以后 那当地就改为虎伟空小 那然后到民国五十五年 改为就是改为国民学校 就移波到县府接管 那到五十七年改为国民 就是九年国教 然后再转型改为整名国民小学 所以这样整名国小 这样一路走来已经几年了 应该从三十八年开始 我们知道从最早的 空军子弟学校到现在 那也有等于63年的历史 OK 那里面的树木 有上百棵 这又是怎么样 它们有几年了 应该说整名国小 现在总共树木有八百多棵 那因为这次要移植 要被移的树木 差不多有一百多棵 那这里面的树 应该有几十年 那最主要是 现在要被移植的这一批树 是当初在 差不多在民国 七十几年 八十几年 这一段时间是由 现在的这个社区 家长带了学生 然后去种下的树木 所以对社区的这些家长 跟小朋友来讲 应该是更有感情的 那在我们空小的时候 这些树木还不在 OK 不过现在有八百多棵的 一个学校 就像一个森林小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面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片 穿越蜿蜿的林中路 这里是云林县最美丽的森林小学 整名国小 这是我最喜欢的树 它叫做瓶干树 因为它上面有 我们第一次见到松鼠 就是在这里看到它 然后它上面有 组一个松鼠的窝 近年来云林县政府 鼓励学生人数少的小校 做优质转型 发展每个小校不同的特色 整名国小也将学校生态 融入课堂中 替不同年级的孩子 规划了一系列生态课程 这片树林对我们学校教育 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我们学校这四五年来 推动的优质转型课程 就是以这片树林的生态 跟树本身去做推展 去年整名国小突然被并校 成为大屯国小整名分校 校产被卖聊高中接收 紧接着校园里一百多棵树 被漆上红色编号 老师与家长们才知道 县政府计划在这里设立 卖聊高中虎伟艺术分校 为了新建校舍 将移除美丽的树林 预计八月动工 这个配置是目前一个方案里面 最成熟的 但是它会影响到树木 我们是不会砍掉树的 我们是就地遗址 家长质疑 距离正式动工 只有一两个月时间 在这么仓促的状况下 移植老树 树木的存活率令人怀疑 而且决策过程粗糙 完全没考虑学生与居民的感受 你没有尽到高知学校的责任 你如果不尊重这些树木 这些生命的话 你如何让小孩子 学会去尊重生命 家长与居民希望 零林县政府重新规划 其他方案 保留老树 让美丽的森林 继续陪伴孩子长大 看到这么多的树 而且这么美丽的一个校园 我相信大家都很向往 不过在这里面 因为本来传说 政府要把它砍掉 然后要再设立另外一个学校 然后又要并校 这整个过程非常的波折 那现在到底如何 是不是先请櫻林老师 跟我们讲一下 现在可以保存下来了吗 她是7月18号的时候 她是这样讲 但是会不会再方案 我们不晓得 就像阿嬷讲 一定要白帚 买你下来 这样真正 这样子 所以现在还不知道 口头上是这样讲 OK 所以你们一路走来 你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因为你在台北当老师 只是零林的家长教育协会的 一个辅导委员 那你怎么跟阿嬷认识 然后阿嬷又非常的自动自发 发起连署 做这样下 可不可以讲这个故事 其实因为在台北生活久了 那你会发现说 树木对台北来说是很稀少的 然后我们都会尽量去保存它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校园 竟然为了盖学校 要移植一百棵树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我就联络了相关的媒体 所以那个5月29号的时候 公示我们的岛 他就下去拍 那是我第一次跟阿嬷见到面 对 然后到那边的时候 越接触的那个学校 我越发现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 在都市我们可能就是 一个学校它可能就是上下学 顶多就是这样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 在云林的地方 它那个学校 它等于是整个村庄的一个精神的 聚所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我很感动 尤其是学校的老师很认真 非常得到当地家长的认同 而且他们也很努力在教学 然后得到了教育部的五星级特优的大奖 那这一些的话都是不应该被裁病的 因为它违反了他们云林县苏志芬县长 亲自核定的云林县小学校优质转型计划 那这个是一个行政命令 不是一般的计划 那所以说因为基于这些的理由 所以说我当然觉得这个不对的事情 本来就是要讲出来 所以本来已经被指定为优良转型 也就是表示被肯定的 可是又要被并校 然后又要裁册是不是 那这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说他现在他要过来设的艺术学校 根据我们的艺术教育法第12条规定 你只要是艺术高中复设的小学 他要去就读 他是有限制的 第一个你必须是要有艺术的天分 而且要经过鉴定 这种就是资优的孩子 那云林胡卫当地的孩子 就我目前所知 好像还没有出过这样子的 所以说他虽然说他是转型而已 但是对当地来讲 他的孩子会因为他设了艺术学校 再也不能去读了 所以我觉得对当地来说 他的确是废校 所以你从教育观点 从环保观点你都反对 我们来问阿嬷 阿嬷你现在手提的是什么 这是小孩 在家里参加比赛中央的 特优独 是好好专行一个特优独 对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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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好好是买给他去 你是怎么会这样 努力说要出来 我努力要出来就是说 阿嬷过去很弱 没有设施 没有设施 所以如果去学校 老师如果在工程用国技赛问 我有时候听不懂 还没有回答 他就要用台语的解释让我听 所以我遇到这点 我说我没有议 好 我要把保持这个 好好地留下 要来留下 要让他留下 我们的家庭 怕怕怕怕怕打车 让他不去 出外才会睡我 不过阿嬷 在我们分岩 坐车要来到台中 我就不知道要买到路车 不知道要买到路去 所以今天来台北 也是都有人出事了 有人出事了 都是这些孙子带我来 是是是 阿嬷我们这个众先放 好 谢谢 说话比较自然 所以你说了之后 因为快要希望 这个学校又保留下 又保留下 我现在就是要 算是阿嬷 有到这个学校 过期望 过这个学校 在带这些孙子 要过给孩子设施 我现在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到这个公司的 设计棚里面 我就是要请这些 有第一区的 二区的 三区的 四区的 设施这些 都出外 大家都长大 都出外 都一家一家 都都出外 我们全生 全世界也好 有听到这个阿嬷的心声 那个爸爸妈妈 哥哥哥姐姐 都在我们 分音大线的 有在那 大约的人 没有大约的人也好 大家都来跟他倒计棋 看到这个 这个牧场 就乖竟 把我们倒计棋 或是用那个网络的 都好 或是撕坯 阿嬷你这么厉害 因为我知道你那个联署 都放在网络上去 是朋友帮你帮忙的吗 我姊姊帮你帮忙 朋友一个 和我年月差不多 他差不多 我帮他去这 差不多二十个 春天我跟他 乖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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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还不敢跟人群乖里面 又跟他打个问说 有人带来没有 这些人就说 阿嬷你找的要做什么 我说拜托你好 我是坐牌名阿布 我就为了我正名国小 我来给你签联石书 有人说要签做什么吗 有的就说签这个要送生的方法 我说不 这个没办法 这个你跟他签没关系 现在他爸爸妈妈不敢签 一些年轻人有的童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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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说阿嬷我跟他签 这没关系 这就是叔叔 你为了这些小孩 要有这些童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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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些猴童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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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出头的 很厉害阿嬷的精神 所以在现场当中 其实大家也因为阿嬷 就很感动 所以大家就出来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组织 尤其我们看到在地的组织 包括刚刚我们的姐 她也在现场 所以他们都出来了 所以我还是请教一下怡玲 你看到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还没有把问题讲清楚 就是说其实这个整名国小的大树 本来是一个优质转型的学校 然后大家都觉得是可以很好的 可是突然之间就开始 就被树木编上号码 然后才了解说他们要被转型 然后学校必须牵走 所以这中间你是不是可以讲述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的 因为现在小校小子化的关系 它会有一个小校优质转型 就是你一个学校 只要发展出它的特色 它就可以免于被裁病的命运 那我刚刚再介绍一下阿嬷的那个特优 那个特优的话是从全国三千多所的小学里面 挑选出来的二十三所的特优 那他们两个联盟六个学校 得到了五百六十万的奖金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奖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殊荣 表示它的小校优质转型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看 到底是县政府它已经转得这么好 还要把它转成什么 它把它转成是现在在鸟松国中的一个艺术 叫做麦寮高中整名艺术学校 那我们来看看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学校 它要过来我们整名的时候 它其实就叫飞天 它要过来的时候 那个鸟松国中就传要废校 那表示说那个实验计划在那边是失败的 因为为什么你做了两年 就你要离开鸟松马上废校 表示你这个小校优质转型是很失败的 结果县府很奇怪 这么好的一个小校 得到教育部的奖项 它要把它废掉 然后一个很失败的 还是就是说当它离开的时候 这个学校又要再度面临 那个废校命运的 这么一个失败的计划 它又要让它到其他地方 那是不是我觉得 它如果真的过来的时候 整名国小一定会变成下一个鸟松国中 所以你们担心这个整个转型 其实过程没有跟你们讨论吗 没有 没有讨论 没有 好 我们问在地的陈会长 因为你加入了这个自救 然后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为什么不满 然后你为什么站出来 什么事情 我们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是在2010年 2010年其实那时候我们就空情一遍 甚至也开机这会 也是开机这会 后来这个管政府 让我们的消息说 不然就维持原作 不要再重新下去了 现在 现在跟上一个发现的时候 在二月份的时候 开始 开始听这些消息又出来了 听这些消息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去了解 我们最本末就是说 管政府一直用一些80位 谎言 他都说这个整名国险 要变成这个大屯公共分校的时候 有经过里面的东西 而且还有共同国的 结果有吗 结果是没有 因为在上一边 我有去质疑这个副管长说 你把政府拿出来看 不要把他们污蔑 你只要有会议记录 有参与人的签到 这个就是算一个说明会 结果他们拿不出来 所以是没有说明会 没有说明会 OK 然后后来你们为什么不赞成 因为艺术学校也不错 其实这个艺术学校 就是我一直跟管政府 包括副管长 我一直在说 你艺术学校来用是什么 跟今末前还没曝光 你怎么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其实都是我们透过旁边 一直搜集 一直搜集 搜集到后面才知道 原来是要给非天艺术学校 那这个非天艺术学校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它是一个神传文化基建 它底下一个神韵基础班 这个是法轮功所属的东西 这都是你们后来才搞清楚 我们一直搜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整个都还没有说明会 都没有 所以现在到底这个学校 会不会搬来整名国小呢 目前来讲的话 听到也是一些消息 因为县政委都是 没有正面的回应给我们 它就是说以一些新闻稿 还是利用一些平面媒体 放一些消息出来 OK 所以本来是要砍树 然后现在变成疑树 可是现在又好像说 可以不进来了 现在是听说这个案子 都是要暂缓的 那暂缓我们就比较烦 因为我们都做的人 都做这些人 为了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一直呼吁 县政府 拜托这个未来是怎样 快把我们说清楚 就是赶快把这整个事件 把它落幕了 不要让大家说 不早去做办法 没什么去做办法 都因为这些学校在拼 为什么你要拼 要拼 因为我后来的 怕怕顺顺顺在拼 你希望他们 在那里继续设施 对 如果管政府 我是感觉说一个 有赵人的政府 应该是说 看来这片 这么好的校区 这么美丽的校区 你应该是去活化它 怎么样去活化它 应该是县政府的责任 而不是把它给废掉这样子 其实现在因为少指化 很多的学校 也都面临转型的问题 因为学生太少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个整名国小 里面有八百多棵树木 那他们转型 也得到教育部的肯定 可是好像有某些因素 又要变成一个艺术学校 那当然在地的人 完全都不是非常了解 因为没有说明会 所以我们回到 这个议员这边来 李议员 你那个时候了解 你是怎么了解 然后你为什么要站出来 挺他们 因为证明那个看 因为现在我们的官 官长已经要把他 去小学了 这个废校 当然在校园不是我的专屋 但是一般人都会去拜托化 因为这个小校要废校 包括国家的生长 若来的成功国小 他都要废校 当初都是在拜托化 所以才我有去着动 就会废校 可能我还是对 这个文件体款就好 才来跟他拜托 因为我发现的时候 在当年 我就感觉很奇怪 关于飞校 云林县的小学 那家长都会出发 是怎么证明 他没有来吹发 他了解 他们是 我们的国家政府评计 你县政府处理这个证明国小的 这个事情 完全是违背到这个民意 现在全世界在 二十四季末的时候 有你流行一个叫 审议式的民族 心意式的民族 对 心意式的民族 就是你说什么 就是说要补这个 待遇政治的不足 与这个专家政治的物资 待遇政治就是说 你们大家出来 选票 这个间接选举 你要选哪 做议员 选他做管党 他是不是说 中途 他的政権 是不是复合 不一定 他做这种事情 你敢不允议 如果是心意式的民族 就是让公民直接参与 所以有叫做另外一个民族 就是说 公民自觉 社区自觉 就是说你公民 你这些公民 社区的人你在决定说 你要什么 我真的很听议员 我们这样讲话 所以你会觉得说 要支持审议式民族 就是要让公民参与 对吗 对 现在目前全世界 民主国家的政治 在流流就是 审议式的民族 就是公民自觉 社区自觉 你这个社区 你要什么东西 你来参与 你来讨论 像我们来讨论 之后 有理性的交通 我出来的东西 就是他们真的 真的真的要爱 像我一个证明的事件 那些人要去一个校舍 他还不来 一亿三千万 他们还不来 因为他已经破坏了 他的文化了 过来你把他训练 训练 他们不训练了 所以你跳出来是因为 你觉得整个事件 都没有符合你说的 叫社区自觉 也没有符合你说的 审议式民主 没有 审议式民主 没有从会去跟他们交通 没有去开审议会 你自己说他们是要做什么 你这社区的人 你有同意吗 有同意也才可以 我们现在的行政 他们的法院中 将他发 他就写入日本了 就是神力式民主 是你都把它背起来了 其实我们再回到地方的组织 我想请教一下张小姐 因为你是在当地 也是一个古迹保存的一个组织 你为什么会参与 这整个整名国小的抢救 好 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去整名是4月18号 然后是因为艺术家进住 我去探班 然后一去到探班的时候 我发现我在云林住这么久 我竟然不知道 云林有这么美的一个学校 然后我心里就OS就说 他有没有身份 要是没有身份的话 可能就会被觊觎 然后后来呢 就时间就过了 到5月16号的时候 我就在Facebook上面看到 怎么一堆人开始在骂 就是说为什么要移树 为什么要砍树 然后废了一个鸟松 接下来又废了一个整名 所以我才开始很纳闷的 去想了解这个问题 那因为我 其实我是跟艺琳一样 看到那个砍树跟那个移树 我就会动没掉了 所以你就跳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先去了解这状况 所以5月19号 县府开第一次的移树说明会的时候 我就去参加 所以去参加以后呢 到第二次就碰到宜林 就是我们那时候公共电视来拍 那因为公共电视来拍 我就想说 我还是要去了解整个事件状况 所以就开始去Google 然后就找了整个事件的状况 从历史来龙 都把它搞清楚 对 都把它搞清楚以后 那发现整个事件真的是不太单纯 那又看到阿嬷他们 因为中间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阿嬷他们出来抗议 然后在地居民出来抗议 可是这些声音其实我在在地 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才发现说 其实是应该要有外边周边的人员 开始去协助他们 去帮助他们 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有三个组织 他们发挥了公民力量 然后希望能够在地保存 这样的一个学校 希望能够社区自觉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建国眷村 因为你在努力的是眷村 其实现在整名国小 并没有眷村的孩子在里面了 你为什么要参与 在我三年前我从台北回去 然后准备开始要做眷村保存的时候 因为就说聚落还在的部分是 建国一村跟建国二村 那三村的房舍是已经全部拆掉 那只保留了一个整名国小 因为整名国小很美 我当初还在规划 因为一开始保存 我们在跟国防部递案子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纳入建国三村 因为他没有任何眷村的房舍 那时候我还在想说 如果这样子建国二村保存以后 我们后面延伸 就是整名国小 不管他未来的少子化 他存费是怎么样 可是应该是 因为他是我们眷村 当初眷村的一部分 是 所以现在土地还是属于眷村的 对不对 不能这样讲 因为在改为国民教育以后 学校的范围是已经拨给县政府 由县政府在处理 那可是周边还有很多国防部的 军方的地 还有一部分 那有一部分军方已经卖掉了 那可是如果说在就 眷村文史的保存的部分 我当初是有规划 就是说建国一二三四 四个村子都准备把它纳入 因为在我们的 从小长大到现在 卷村虽然是四个村 虽然是四个村 可是对我们来讲 那是一个眷村 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是整个四个村子 是全部的历史跟人文 全部都要进去 那如果三村不见了 有这样子的一些变动 那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规划 其实是中间是被破坏掉的 所以不管是从历史的立场 或者是从古迹的立场 或者是从环保的立场 其实大家都希望保存整民国小 那今天有三个组织 其实还加上阿嬷 个人的力量 社区的这些阿嬷都站出来了 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 到底他们怎么去澄清 这所规划中的艺术学校 新建校舍需要一亿三千万元 经费来自台宿六清的地方回馈金 在地自救会认为 六清应该顾虑在地民众的新生 希望先停止相关的发报工程 不过六清的管理部门表示 当初艺术学校的校职选择 是台宿配合县政府决定 他们也不清楚目前的状况 不过允诺会把相关的消息 提报给台宿高层知道 对此云林县政府表示 云林县长期欠缺资源的投入 现在有企业愿意来协助 新建艺术学校 大家应该乐观其成 云林县政府也说 目前规划艺术学校的政策方向 都还在进行 他们会和在地民众持续交换意见 不过自救会人员表示 整名国小已经无法再容纳 艺术学校新建校舍 希望县政府尊重在地民众的新生 重新规划新的地点 来兴建艺术学校 刚刚看到整个的澄清过程 其实还很心酸 还有很多的过程 是不是陈会长可以再稍微讲一下 你对六亲去澄清 还有县政府 还有开公厅会 很多对吗 对对对 你应该说一下吗 这一度今天 其实好感觉有议员 还有宜林 阿嬷大家用心 跟我们赌三天 其实我们认为 这是人数很少 力量真的是很微薄 面对管政府这种态度 我们都一定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宣洩 其实我们最后 不能支持的是 一个管政府 他说得很好的一个美意 要把我们建立艺术学校 给我们 结果它里面包藏的 既然是一个 有宗教性的一个学校 这是我们认为在林董的 所以你们也不赞成 这个飞天的艺术学校在里面 因为它这个飞天艺术学校 里面有涉及到宗教了 OK好 不管如何 其实他们在地的人 一直很希望保存整名国小 这个用意是希望 孩子能够在地念书 但是我想问一下 现在孩子剩下几位 剩下孩子大约还有60位 60位 对 那这个这么大的校园 你们希望60位还是能够 都留在那个学校 当然是最好是 完全都把它留在那边 是最好的 好 因为就地在地 对 好 我可以回到宜林 这边 因为你从教育的角度在看 现在扫子化之后 其实他们转型 还是可以做很多的 其实你们有没有 更好的一些 因为有人会从经济观点 说 这很不差 那我来讲一下 就是说虽然现在扫子化 但是整名国小真的很棒 他们99年度到100年度 他们人数是增加的 而且他们为什么会人数这么少 主要是说他们的学区被限制住了 他们现在那个就是北溪里的话 他算是全云林县 是一个比较人口相对偏少的一个里 那因为这所学校真的办得非常好 让家长非常的有口碑 所以说他的学校 以今年还没有毕业 他们总共65个学生来说 还有15位都是外学区的小朋友 那家长就是很认同这个学校 那我觉得我们今后可以往这方面去做 这完全都是符合云林县小型学校 优质转型计划里面的 这是一个苏志芬县长亲自核定的 第一个我们附设幼儿园 因为目前北溪里他们当地是没有幼儿园的 现在幼兆法已经起跑了 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幼儿园变成像五岁免学费 当地是看得到吃不到的 所以说当地应该要附设幼儿园 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根据他的学校特色 转型的非常成功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就这个地方 再继续生根下去 像那时候公事播出来的时候 还有桃园的老师打电话来说 你们那个林相教学怎么做 他们可以去那边做生态教学 而且像人本基金会 他们都有过去那边去办活动 然后甚至于在政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 也把他这个小型优质转型的 这么成功案例跟国际上分享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要把它换成一个这么失败的计划 OK 所以即便是少 我们少指化 即便是很少的孩子 可是他如果能够转型成功 而且他能够成为全国的示范性的学校 而且大家可以去那边做生态教学 甚至是观光的景点 都有可能 不过你刚刚特别提到一个 我想继续追下去 你希望设幼儿园 这是根据教育部 因为现在因为少指化 也希望能够设计这个叫做幼托整合 然后能够在学校里面 就是国小里面向下延伸 能够照顾五岁以下的孩子 到几岁到几岁 你们希望 目前的话幼兆法改了之后 他现在是可以收二到六岁 所以你希望他这二到六岁 往下延伸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的潮流 因为我们知道北溪里 他目前都是单亲跟隔代教育 比较居多 那可能在家庭的文化刺激上面 会比较弱一点 那如果说可以让孩子提前入幼儿园的话 对整个孩子的学习 其实大大的有帮助的 而且我很感动的地方是说 幼兆法还没有实行的时候 整名国小的老师 他都已经有点开放校园 鼓励当地的居民 把那些小小孩带去那边玩 所以我再次强调 这个整名国小老师真的很棒 我站在一个老师的立场 我都觉得我都没有办法做到 像他们那么多 他们是真的用一个教育爱 在爱这个地方 爱这个社区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不是 我去凝聚他们 而是说老师真的是做到 让人家非常感动 是因为老师们的努力 让大家愿意起来去保护这个学校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说飞天进来 大家可能反对了 然后要拆掉学校周边的 可能反对更多 但是你只要说到 这个学校老师不好 当地居民不管是谁 马上都跳出来骂 我们的老师 肯定会负责的 真的喔 学校老师非常棒 真的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个 当地阿嬷的一些新生 还我哉民国小 我哉民国小 还我森林小学 我哉民小学 我们不要败出卖 我们不要败出卖 你来选记你怎么说 你买我们北客户 青春有一点比较好 你会比较好 现在青春在这里 这些学校的感情 就很好 这些学校不可以感兴趣 教官厅 可能我们这个政客人 大家都阿嬷在娶 不妨把这个学校毁掉 将来 到来 突然 看到 这是 performing 女带 mount 其实整名国小 跟整个胡伟镇的乡民们 生命是共同体 我们来问阿嬷 所以你看到这个 你自己也想到的生生 很生 很生的 怎么说 很感动 你们大家都帮我们导致帮忙 我们很感谢大家帮我们导致 感谢 又再感谢 我感谢我们的医院 他跳出来帮我们亭很多 帮我们导致帮忙很多 还感谢这个胡小姐 这些小姐大家都感谢 所以你不孤单吗 不 不孤单 现在有这里来帮我们导致帮忙 有我们这个医院帮我们帮忙 我很高兴 阿嬷 我可以问你 因为查到有说要做幼托整合 你可以说一下 是不是也很需要 孩子的幼托的幼稚园 那很有需要 还有一些阿公阿嬷出的 可以说时间如果要上課 阿嬷或是阿公可以帮孫子来 阿公阿嬷可以在那里帮忙 很好 这都不孤单 所以你有说到隔代教养 就是很多都阿公阿嬷在帮孫 对 都阿公阿嬷在帮 因为爸爸妈妈 他就是天空白起来 看一看 早餐吃饭 六点晚上要跟出门 都很方便要去上班 没时间不及了 都是阿公阿嬷在帮孫子 所以我们的问会中卫 这个我们刚刚谈到 就是说从两岁到六岁的这个幼托 如果能够在学校里面设置 对你们来讲是不是比较好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 而且我们可以带动周边 就是我们旁边还有个山河里部落 甚至在科学园区那边 那边还有个墾地里 尤其我们这几个地方老师来讲 都是外配 都是外配比较居多 然后都是单亲的 然后就是像类似这样的阿公阿嬷 他们年轻点在外面打拼 结果把小朋友丢给这些阿公阿嬷再带 那他辅射一个幼托的话 可以让我们这些阿公阿嬷 真的很轻松 很轻松 所以我也是不是可以问一下张小姐 你也觉得说在如果能够扩大向下 然后多一点这种幼托整合 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 其实我就我是一个云林县名来看的话 他每个地方已经是他的特色 那我们就整名国小来看 其实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可以做一个生命教育 历史教育 然后还有环境教育 那可以整合这么多样的资源在里面的话 其实他会发展出整名国小 他自己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的特色 自己的样子 对 我们来问 丽萍 你是整名国小毕业的孩子嘛 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升高了 在哪个学校呢 在护卫农工 所以阿嬷是你的阿嬷 亲阿嬷 对 我的外婆 是你的外婆 对 你为什么会加入 然后 你可以谈一下 你对整名国小的期待是什么 但最好就是希望说他可以回复本校 就是回复到 我还是 那个 整名国小小朋友那个时候的样子 因为我现在 我现在回去 就看到老师 他们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吗 以前大概有十几个小 十四几个老师 大概六十几位小朋友 他现在只说到 剩八位老师而已 然后你想 他现在 校场是卖聊高中 然后学籍是大屯国小 是很复杂 然后你想 像环境打扫这个部分 他们就 麦中那边说 使用者要去打扫要去处理 然后变成说 你想 老师他们都要上课 现在老师已经人手不足了 已经很可怜了 还要去打扫环境 他就是说 像现在台风季 就是说 树枝落叶 什么一大堆 真的 因为学校很大 还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做 很可怜 所以我们现在就 发动一 志工有没有 在礼拜日下午 三点的时候 我们就大概 揪一揪一起去打扫 就是你们校友都会主动回去 对对对对 真的 尤其是刚才你现在暑假 然后是 这个超怕的 现在开学怎么办 谁要帮忙去 弄那些东西 可以看出来 你对整名国小的感情 为什么你这么深的感情呢 嗯 应该是说在国小六年 真的感受蛮多 就是老师真的很用心 应该包括 嗯 因为我们北溪里到 整名国小那边有经过一条那个 省道一条大马路 嗯 然后老师每天很用心哦 呃 上学跟放学的时候 都带小的 带小朋友走过马路 每天 然后如果像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 阿公阿嬷 他们就是天明已经很忙了 下雨怕什么 淹到什么的 他老师在开车帮忙送到村子里面 送到家里面 那我还蛮感动的 其实今年我听说啦 他们学弟妹 因为毕业的时候 已经不是用整名国小 这样的名字毕业 为什么 呃 因为他们现在是分校 所以毕业证书上面会写的是 本校的名字 所以是写 大屯国小什么什么的毕业 所以我听到 我听阿嬷说的 就是说 他们那天毕业典里 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 看到那个毕业证书上面 没有整名国小 四个字 就觉得说 阿嬷 这没有整名国小 这没有整名国小 就很生气 把他丢到地上 他觉得被骗了 真的 阿嬷你应该说这段 对啊 那个小孩 被夹丁礼是在大堂被夹的 他现在被夹证书 拿回回我刚才在庙下 我在等下那个小孩回回 看他们的情形是怎样 他们下车路 我刚才站在那里 看了我而已 超级阿嬷 我的毕业证书 没有我们证明 我白名地证明 设计 我的毕业证书 什么大堂 大家都在吞在肚子上 没塞 大家都在练 我看着自己是很感动 很可能 所以我买来给争处这个校 这个校名 拜托管政府 给我们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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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这些小孩 不会这么失望 不过今年的小孩 每年又毕业 不知道要怎么扣 你如果看到那些小孩 有两三四个小孩 有两三四个小孩 很痛苦 想要掉 这第一次不是用整名国小 写毕业证书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请教长会长 你可以再谈一下 为什么第一届写的是别的学校的名字 应该是他把它变成一个大屯国小的分校 那你以一个学生说在整名国小 读了六年了 结果他拿了毕业证书不是整名国小 可是这些都没有跟你们讨论吗 没有 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 我就谈到说 他要把我们改成分校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讨论的 就直接把它改掉了 所以小孩也很受不了 你像这么说小孩 小孩受不了 因为他们是整名国小 从来都是整名国小 我们在那里靠 要怎样 这毕业证书 好 我没关系 我们也是要拿 来 议员来补充 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 他们来拜託华的时候 他们开了宣伙去参加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把你们拿到毕业证书 绝对没有整名 整名在去年 已经被雲林县政府废消 所以你们今年拿到毕业证书 是大屯国小 所以他们比起 那天后 阿嬷的那 他们要再开 他们自己 直接未成立的手法 有去参加 所以阿嬷就拿起来 真的跟你说 已经没证明 证明已经在前年 就被他们废掉了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讲呢 就是他们没有沟通 他们没有沟通 所以他把社区界 他们的居民都在晚上 他不知道 他们不懂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对你来讲 你也觉得政府 县政府是有问题的 当然 他要把他们沟一下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当初 叫他们两三个去交通 用他们骗 说没沟通 没沟通 实际已经沟掉了 因为现在 不管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什么 都没有证明国民消息 已经没了 包括老宿内的薪水 学生的学籍 都总是大同国小 但是这些居民到近年 拿到毕业政策 他们才知道 这太突然了 这个对当地的人来讲 真的是很突然 我们听起来也觉得很突然 所以你自己会认为说 你们还是希望回复 整名国小的名字吗 当然 你看看我的学弟 会哭成这样会不会心疼 你很心疼 那我们问一下 你认为呢 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上面 来看的话 整名国小是当初是 祭奠黑蝙蝠的夜整名烈士 因为就是空小转 就是空军子弟学校 再转为国民学校的时候 他全省十三所空军子弟学校 就以十三所 十三个空军烈士来命名 那虎尾的空小 就正好是以黑蝙蝠的烈士 那这黑蝙蝠烈士里面 以黑蝙蝠烈士命名的 有两个学校 一个是屏东的以利国小 那是周以利列士 那再来就是整名国小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历史紀念价值的一个学校 不应该随便改 不应该随便改掉 那即使他要改 就像一样 他应该是要事先跟居民沟通 那在九十九年底的时候 那县府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直接就是到学校去访问 然后就把这个学校就说 要给飞天 因为那时候就有带了飞天 艺术学校的人到校园 是很突然的去造访 然后就有这个 那后来隔了几天 自由时报有刊出来 这消息就被盖住 然后到今年的二月份 然后就突然被说 学校的小朋友 全部都要分到旁边 两所学校去 那整名国小就要进空 然后就是准备废校 那立委议员 他很多人就出来开记者会 记者会过后 那县政府就有派教育处的处长 还有一些科长就是到学校去 然后说明整名废校以后的 就是学生要被分到别的学校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在这之前完全没有说明 那即使那天来了 也没有讲为什么要被废 就是这样子很突然的 我觉得先政府在处理事情上面 应该要公开公平公正 那一个那么有历史的学校 而且转型这么成功的一个学校 在就教育的立场来看 怎么可以这么草率来处理教育事件 其实我们都不希望这个整个事件 是这样的沟通 我还是问自救会 你们最后的诉求是什么 恢复我们的整名国小 而且就叫整名 对就是恢复以前的整名国小 我们要校长我们要校户 一间学校如果没有校户 你知道多恐怖吗 小朋友受伤了 我的本人自己的儿子在学校受伤了 结果没有校户处理 所以现在也没校户 没有 因为缩编 对 因为受编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校户 那小朋友受伤 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你希望恢复 原来的整名国小的编制 名称 甚至校址都不能改 这是你们最重要的诉求 对 好 那我们再问一下议员 有没有可能达到 大家努力 当然 有机会 但是目前的状况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它已经废掉了 那因为是这些事 这些事 这些事件 以后 管政府改变 他们的政策 那是不是代表的 管政 他做得不对 就是这些事件 从头看到尾 管政府是往往转转 都很不沟通 这样很不好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社区自决 社区自救 然后他们能够有省议式的民主 不过回到最后 姨李 你有没有话还要再补充 OK 我觉得这整个事件 让我看起来 其实他本来是可以造成三赢的局面 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三输的局面 我怎么讲 第一个整名国小 他本身 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转型 非常成功的学校 如果说县府把它保留下来的时候 第一个 他又会是一个云林的 另外一个云林之光 第二个 非天艺术学校 他本身是法轮功的 那根据我们这里 教育基本法的韩文解释 他不是不能有宗教活动 他只要是私立的话 他是可以有他的 半学属性的宗教活动 那这样云林又会有一个宗教的学校 私立的宗教学校 又另外一个特色 第三个 那他可以把 就是说 现在他们补助给非天艺术学校的 那些经费 拿去帮助现在的鸟松国中 鸟松国中为什么会少纸化 因为他就是 学生人数少 老师编制不够 那老师编制不够的话 教学就会利游未来 这也不是老师的错 对 那你把钱拿去帮助鸟松国中 你转型成变成 比如说是英语活化 或是怎么样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特色 这样是不是造成三淫 可是他现在变成是三淑 第一个 他2月9号的时候 特优的这个消息出来 他14号的时候 他就说他要废了 然后很快 3月多的时候 整个计划都安排好了 你看废了一个 那么好的国际知名 真的因为在国际的 学术研讨会上 已经发表过了 第二个 非天本来有机会是合法的 就要被改 被变成违法非法 而且让当地居民 对他们印象很不好 对他形象受损 第三个 鸟松国中 你看吧 他现在非天一走 他又要废校 他又没有转型 所以你看他本来是可以造成三淫的局面 现在变成三淑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惜 不过你站在教育的观点 你最后的期待是什么 我觉得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那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实验的场域 那我觉得 云林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 就是说人民 都是很善良的 他们其实可以包容 就是大家犯错 因为 对我们也常犯错 那现在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既然知道错了 没关系 我们改就好了 对不对 我相信只要愿意改过 然后让我们学校 我们还是有机会 可以转回三淫的 那不是很好吗 是 其实在地的力量 我们看到公民的力量也产生了 那当然我们希望整名国小 能够得到刚刚说的三淫的局面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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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阳 金ica 不信任 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